高雄大辽一出路口遭民众抨击 马路标线画的乱七八糟 简直跟鬼画幅一样 原来是斑马线铲除不够干净 又画上新的标线才会让人眼花 另外在前阵区也有路面军列 疑似是正在进行拆除工程 加上近期台风跟地震 危险画面曝光之后 公务局也在第一时间前往了解 今天在马路上要看过去 斑马线草画线怎么感觉 统统统画在一起要怎么走 民众没啥啥 我自己看不见了 怎么不见了 有的白痴 对不对 都给犯户人 证义是人啊 不知道啊 骑车经过有看没有懂 有网友更上网 PO文直呼不知道在画什么鬼画服务 画面曝光引发讨论 有人看得很清楚 还不忘调侃 有台车违规停在曹化线上 也有人突破盲点 说是原本的斑马线铲除不够干净 才会眼花 是绝伤会错乱吧 他现在变切这样子 新人是走在路中间 这就位在高雄大辽区已去路口 当初疑似是想要增加行人安全 但标线处理的不够完全 反而引发民怨 交通局货报也立刻出面灭火 近日呢 紧速去把既有的标线呢 再把它做一个突出 另外被民众直击路面危险的 还有前证区 马路军列看过去 延绵将近100公尺 裂缝一个手掌伸进去 都不是问题 对啊 粉围尘当然是粉围尘啊 本来就是要马上消失 民众看了心疼疼 难道是台风肆虐又加上地震造成的吗 据了解原来是当地震在进行拆除工程 才会间接造成道路路面破损 公务局货报也火速进行巡查 因打射钢板桩震动 所造成路面破损 初步研判 无公共安全疑虑 正在最短时间进行修复 毕竟路面出现裂痕 尿货机率提升难免会让人担心 这次陈伯伯对面刚刚怎么了 结成了 先进行修复 初步研判